小红帽的故事 森林里住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在她六岁生日那天 妈妈送给她一件有帽子的红色小披风 当作生日礼物 从此小女孩每天都带着她 大家也亲切地叫她为小红帽 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 小红帽外婆生病了 你带着蓝点心去看看她 路上要小心哦 小红帽高兴地出门去了 在森林里 小红帽遇到坏心的大灰狼 大灰狼问 小朋友你要去哪里呀 小红帽遇到坏心的大灰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